垂死之光 BONUS SPA 你好 我是老吴 原来这个游戏 是还有另外两个结局的 所以 我们回来了 上一个结局 下一个结局就是被他 他把那个药灌醉我们 然后呢 最后呢我们就 变得像他这样子啦 就是早上的时候呢 就好像人啦 可是晚上就变成 你妈妈的孩子 所以 所以说呢 这个DLC的结局是很狗的 所以这次呢我们来选Q 除了season 我们来说season吧 来看看下这个结局 好吧 唤醒太阳神 唤醒太阳神是什么东西? 诶? 走 唤醒太阳神 跟着他吗? 瘟疫 随着我们 瘟疫 随着我们 什么意思呢? 那是什么 有去自杀吗? 我在牺牲啊 画的头发极美 看不到头发吗? 嘿嘿 你还戴眼镜呢 你们精神很深 所以呢 第一个结局 我们成为了圣父 哈哈哈哈 不是那个淫书的圣父好吗? 是父亲的父 干嘛? 开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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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杂暴喔 保险 你干嘛? 起了作用 我知道这是唯一的办法 要解谜吗? 不知道怎么破 密码? 刻蛋喔 计活 没有密码怎么计活呢? 诶 是这样 哦 阿提拉 那个 你有密码? 哦之前那个密码 我也超起来 嘿嘿嘿 把这整个地方 炸掉自己 然后 打电话 叫我一个披萨 过来 一下 肚子有点饿 你干嘛你? 哇你肚子响咯 你要啊? 自己买啦 屌 然后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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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跑吗? 我不能动 看什么看? 我只把两个一起 结束这一切 哦 哦 我 我 我 哈哈 啊 哈哈 这个比第一个结局还要烂 嘿嘿嘿 第一个结局至少说 我变成僵尸 早上还可以 早上还可以行动 这个 这个直接给你炸了 好烂 哇 这个游戏 没有看过 谁做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 它的那个 制作者是怎么一回事 制作药 是什么之类 哈哈 还有另外一个 结局呢 比较麻烦一点 要来地图 要拿一些东西 我不知道 我们现在来开开 这个盒子里面 有些什么 什么鬼啊 不知道 蛮麻烦的 这个结局 所以算是隐藏结局 啊 来在深海里面 找一些汽水喝 口有一点渴 哇 这里有一个巷子 没看到 哪里有 啊 是这个啊 这个啊 不是吧 你玩也吗 哈哈 你不是吧 是这个箱子啊 好像不是的 我记得 是这也没有吸到箱子啊 咦 这里这里这里 这里一个红色的 是这个吧 啊啊找到了 找到卡了 yes 找到卡了可以了 走走走走走 我是大只 大只要不要管它很多啦 直接走就好了 好了 刚才我们找到一张卡 还有一张卡 是在之前那个 发电器 下面有一个尸体啊 这里有一个尸体 要找一张卡 麻烦了 没有解释 找到了 找到了 躺在这个水里面喔 还没有腐烂 它的尸体是怎样沉进去的 我都不知道 拿了卡 滚了这样多 刷 刷爆它的卡 好了 拿了那两张卡之后呢 就来这里 这里一商一货 一商一货 我不懂得讲吧 一个 一辆货的车在这里 有没有卡开的 里面就是结局吗 不要 挡住我啦 你 这个吧 休息开 yes 开了 你不要过来先 不要紧张 进来进来 什么鬼地方 这里 很黑 这里又有一个 然后呢 使用 另外一张卡 可以了 OK 然后呢 他这里呢 就要拿他的卡呢 不知道要找杀咪 然后呢 他要按这个 这个好像看过 是不是 你们会觉得 是不是 其实要叫披萨 这样子 你会以为 准备了这个蛋 就是绕手 这是后面 一样动画吗 这是看窗帘的 不用看那个老人 老女人的脸 哈哈 也是一样啊 这是啊 这个结局 这算是三个里面 最好的一个结局 因为是最麻烦的 也是最有意义 嘿嘿嘿嘿 哈哈 啊 这个DLC 这个DLC 这个DLC的全部结局 都相当的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相信这个bonus part 会让你们呢 对这个游戏有所启发 谢谢各位 我们永远都不要在乎 这个游戏 永远 那他讲 噢 没事啊 只是有一点头痛 喔 男人最痛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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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